就是这些指令 反正就是这边的两个工具列 你会发现我们用来用去就还在用在这里 顶多就是刚刚多一个什么绘制里面的胡而已 然后绘制里面这些也还蛮重要的 所以有空的话稍微看一下 它等于是绘制里面的进阶一些功能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怎么用复制 一样的先画一条线 这个画一条线事实应该没问题 我发现同学画现在都不会有问题了 可是再来就是我要怎么样 把这一条线一直往上 复制的话特别注意 刚刚是用偏移 可是这个地方如果用复制的话 似乎会快一些些 怎么说复制在这个这个第二个按钮 复制地方你把它点下去 然后一样它会出现说 请你选择物件 你要复制哪一个呢 我要复制它 所以复制的话记得 复制选举之后的话 选取完之后 你就按一个空白键 告诉他说我选好了 告诉他说 选一下空白键一下 Enter也可以 Enter或空白键都可以 然后他问你说你的基准点 基准点我们就选左边这一点好了 然后复制第二点 请你往垂直方向去 复制的话呢 我要复制多少 24 有没有 向上24 24Enter 你就直接24就Enter 那复制有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连续复制 所以你复制24之后 有没有 再上去还可以复制第二条线多少 24再加20 所以是多少 44Enter 第二条线就出来了 然后呢 再往上 再来44再加 5 就是49 对 Enter 就一条线 再49再加 16 等于多少 65 65 65 Enter Enter 就一条线 65再加 12 77 77 77 对不对 77 77 OK 好 这样就全部 反正你就是要不然你就自己先在旁边先算好吗 这个上面有图吗 你就自己先在先先算好之后 再来复制复制也可以啦 因为这个方式有时候比偏移来的快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样好像快一点点 因为你只要把尺寸算好 复制复制复制就好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画的图形刚好很多很多的距离的时候 那你就用复制比较快 好 那复制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画什么 画那个半圆 那半圆画法 刚刚用弧 对不对 还有第二招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圆角 圆角的部分就是说呢 如果你两个点 你可以两个点 他就帮你这一点跟这一点 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他就帮你画一个圆角 圆角的话就是半圆 所以我们可以用圆角 圆角点下去 圆角之后他会出现说 因为我们会多重使用 什么意思多重呢 多重就是说我会一直画 我会剪两条线 你就帮我画一个半圆 画一个半圆 所以这里的话 请你输入一个M Enter 因为我要多重嘛 不然的话 你按一下半圆 然后点一下圆角 产生一个 那下一次就要再一次 很麻烦 你就MEnter之后的话 MEnter 多重 接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呢 你要画的 比如说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的这边 跟这边 要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半圆 点下去 很快就出现 这一条线 跟哪一个呢 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然后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这样子 应该有甚至这个方式应该会比 用圆 要用那个弧画弧来的快一点 有没有画完 所以用圆角 然后再MEnter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学会了用复制 学会了用圆角 我想这个部分各位体会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